嘿欢迎收听听所谎第110集 现在时间是2023年8月19号下午2点 一样开头先来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首先第一位NWB 虽然他没有留言 不过我们还是感谢这位爸爸赞助我们书籍费 刚好把这些钱拿来买书 超爽的 感谢干爹 下一位Zoe Zoe抖内台币50块 我刚好有没有 我刚好有没有说NWB抖内台币300块 应该有吧 NWB是300块 那个Zoe抖内台币50块 她说损亡标准太高了 像我都念IKEA也都没有人纠正我 哈哈 Zoe这个是在讲上一集的内容 上一集我们讲跨链桥的时候 有讲到Multichain 可是我念成Mew Mew啦那个Mew 不是口误 是我一直以来都这样念 那有听众提醒我 我才知道我念错了 哼啊整集都念错 我觉得很羞耻 所以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先把Podcast下架了 本来啊上一集就多灾多难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三次 录完以后砍掉 录完以后砍掉 来回大概三次 好不容易弄好了以后 没有想到 我当下真的觉得万念俱灰 想说干 好了算了算了 砍掉了 挺损的啦 不要再弄了 交易的时候交易不顺 就休息一阵子嘛 对不对 Podcast录不顺 那也可以休息一阵子啊 我就想说直接把它下架算了 那下架几天之后看到大家在Discord里面留言就说 那一集讲得还不错啊 念错没有关系啦 没有人会发现啊 到这边我才比较释怀 才有把节目给放回去 总之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啦 我印象中有一次啊 在听软木华的节目的时候 我听到他在念特斯拉的Musk 他念Musk喔 他说 这个应该要念Musk啦 可是大家都念Mask 好 Musk OK OK 不然就是在谢金河的节目有没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就是你在谢金河的节目会看到有些来宾在念Amazon 那个Amazon怎样怎样 虽然说听得懂就好了 我们知道他在讲谁 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你念错 然后大家就跟着你念错 这样的话呢 正确版本会分叉 这样不太好 听说现在啦 英文老师说 英文单字现在会这么多 可能是因为呢 就念错啦 大家也都念错念错 积飞成事以后 就变成这么多的声音 很像意思也差不多 比如说eatable跟eatable 对不对 那念起来就声音就差不多啊 为什么会这样 就念错听错 先听之后然后再念啊 积飞成事之后就变出这么多的英文单字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 你要尽量避免念错哦 嘿对 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念错 有一些发音啊 从小听老师讲久了会被影响你知道吗 比如说像生物老师啊 念胰岛素都会念什么 insulin insulin 然后insulin 化学老师也把我害惨了 化学老师BH4 就那个 轻鹏化的那个BH4啊 然后他就念 收听不都害怕 以后如果听到我念错 麻烦私讯跟我讲一下 我觉得一直讲错很丢脸 拜托大家救救我 然后下一位 杨大 杨大 杨大抖内台币666块 哇哦 杨大说小编生日快乐 孙王多带他去吃大餐 有我们有带小编去吃大餐了 谢谢杨大 小编生日的时候啊 小编生日的时候啊我们有去吃和牛啦 吃了两次 我们小编生日的时候都会去吃好料的 老板带我们去的 可是老板生日的时候就不会带我们去吃好料的 可能顶多呢 他生日的时候会去IKEA然后吃那个买一送一这样而已 穷酸老板 我们真希望小编每天都生日 好再来下一位 S.A.I.B.A. 抖内台币999块 哇哦 三百 666999 他说 孙王的妈 替钱 妈替劝 孙王的妈替劝讲得很好啊 手的问题 强烈建议试试看正播治疗 虽然有点贵但效果超级好 支持一下让孙孙看医生 波浪府波浪府波浪府 其实孙王闲聊币圈相关新闻一直都是休闲有料又有趣 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做这种辣波浪府 哇你抖内台币999块 可是我现在手好像有点好了 好像已经好了 感恩啊 下一次我的手出事的时候我再去试试看正播治疗 不知道我再去研究一下 那个你说币圈新闻的部分啊 通常币圈新闻我是看到有兴趣的 才会去研究一下 研究完以后觉得真的很有趣 才会拿来节目上面讲 那跟读书心得差不多啦 有看到喜欢的书嘛才会讲啊 有时候就是会看到一些废书哦 看完之后我自己心情都很差 干脆就不想录了 常常是这样 就是要顾虑一下节目效果啦 节目效果不好的就不会讲了 有时候我真的还蛮佩服那些固定时间更新的节目 不是蛮佩服是超佩服 比如那种专门在讲读书心得的节目啊 他就一定要讲读书心得 每个礼拜他看的书 他就一定要挑一本出来讲读书心得 万一他这个礼拜念的书全部都很无聊 那这样要怎么办 这样他要讲什么 像我这两个月看的书啊 干一本比一本还要无聊 而且我还是看到人家推荐觉得不错 我才会买的哦 靠北真的超无聊耶 我不是看几页就不给他机会 我是给他满满的机会 我至少一本都看三分之二 然后我才觉得干真的很无聊这样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 就是看到的书那些启发 看书虽然说是很棒没有错 可是我有时候看到 连续看到一大堆不好看的书 看完之后我就会觉得 诶 与其看书还不如看一些剧 我有时候在看剧跟看电影的时候 得到的心得还比较多 这样讲好像也是怪怪的啦 可是我这段时间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我下书看了好几本心情很差 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之后 还会帮你开一扇窗嘛 对不对 我看了好几本书全部都很难看 可是我看到一些影集动漫跟电影 都觉得还不错 我可以稍微推荐一下 有一部动漫 推荐一部动漫叫做 我推的孩子 我真的觉得超好看 那他最好看的是他的第一集 第一集就超级好看 这样真的很方便 你只要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只要去看第一集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第一集不好看 就可以不用看了 第一集真的是好看 到后面不知道要怎么超越 这一部叫做 我推的孩子 Netflix有 那另外再推一部电影 Netflix也有 我跟老板一起看的 叫做超男搞先生 他姆汉克斯演的 演一个愤世纪属的老男人 我真的觉得蛮好看的 可是他比较偏小品 只是让你知道我觉得很好看 这样而已 要不要看随便你 我没有要跟你介绍的意思 你要看 不要看顾在你 另外再推一部韩剧 这个在Disney Plus上面 叫做恶鬼 这个应该算是鬼片 那他是影集 韩剧 他虽然是鬼片 可是不怎么恐怖 是一个很有逻辑的鬼片 我喜欢看有逻辑的片 有一些片真的一点逻辑都没有 我就很不喜欢 你知道吗 有些鬼片真的超没逻辑的 鬼是无敌的 他想杀你就杀你 完全不需要理由 但是这一部就是我喜欢看的那一种 脑洞解谜猜剧情的这一种 比较有逻辑 而且鬼是有弱点的 我不喜欢看那种鬼没有弱点的 像安娜贝尔那种我就觉得难看 好 那还有最近有看那个三道猴子的一生 这个应该已经红到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我推荐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最近好像看了那些瞎书 还输给这些剧 这些剧跟电影带给我的启发还比较多 可是我们今天是要讲读书心得 我刚刚说我这几个月看到的书都很无聊 对不对 终于啊 终于被我看到一本好书了 好那节目要开始了 以上呢 感谢大家的斗内 今天要讲读书心得哦 这本是菲比斯的新书 叫做《菲适思考》 有点饶舌 好 《菲适思考》 十年从数十万到数亿 那因为呢 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已经有在标题上面冒犯过菲比斯了 所以接下来呢 会尽量不要随便冒犯人家 这个菲比斯他是PTT大神啊 有在逛PTT的 应该古板那边不可能没有听过他 应该不可能 那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大概跟TEST520差不多 TEST520 应该有听过吧 他们两个我觉得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差不多的 可是他们的风格真的差很多 这两个人啊 相较之下呢 菲比斯他大概就是四个字啊 没在书的 啊TEST520的话 可能他文章的风格 比较谦虚的关系 所以呢 单就行文风格来说 我觉得字面上看啊 感觉TEST520这个大神 他有比较多靠赛的成分 那菲比斯的话 他就是文 一个字文 涨呢 他也赚钱 跌他也赚钱 啊涨的那个股票 他都有 啊跌的股票呢 他有空 再加上菲比斯 他这个人呢 又很呛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呢 很简单 我对他印象就是很击败的胖子 我这是在描述感觉哦 描述而已哦 刚刚说不要冒犯人家 就我现在都在那边冒犯 本来今天这一集啊 我们有其他东西要讲啦 可是呢 就在看完菲比斯这本书之后 觉得有一些心得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成这个主题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几个月看的书全部都很烂的关系 对比之下觉得这一本超赞 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很专心在台股上面做的关系 所以看了呢 很有共鸣 不知道啊 但是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呢 我觉得大概跟 日本的那一本CRS差不多 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专注在台股 或者说你有在盯盘的 可能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可能会觉得很有feel吧 应该啦 他应该算是除了技术分析以外的东西呢 都有大方分享出来给读者了 然后呢 这一本书算是很有诚意哦 整本大概300页的篇幅 而且不是那种两旁很多空空白的那一种 不是哦 这本书真的还蛮有诚意的 300页 其中呢 推荐序只有占16页 诶 16除以300 也就是说推荐序才占整本书的5%哦 相比之下呢 另外一本那个谁 好那这本书呢 如果说我们粗暴的 把它做分段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菲比斯他的自传加投资历程 还有他的战役历史 这个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叫做非事思考 诶 我刚才我刚才念什么 非事思考 大概是他的交易逻辑 还有心得 那第三个部分是回撤 那听到其他看过的人跟我讲 就是说 主要的重点是落在第一部分 跟第二部分啊 那第三部分的回撤呢 就还好 我自己呢 也有把它看完 我是觉得回撤的部分 我也觉得还好 主要是前面两个部分 尤其非事思考 靠北 我念错 尤其非事思考的那个章节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那我为什么说 他是感觉击败的胖子呢 就是因为啊 他从PTT那个时期就很呛 如果他是我老师 我就是绝对不会去问他问题的那一种啊 你问题只要不合他意 他可能就开始在那边不理你 在那边泡你 不然就是跟你说 我干嘛浪费时间教你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我专业的部分呢 类似是这样啦 然后呢 偶尔他还会出来炫耀这个炫耀那个 那炫耀久人就觉得没送 你看得出来 他就是出来炫耀 想要出来享受人家的吹捧 也有人真的很捧场 会去大吹特吹他 但是我这种人呢 就是见不得人家好 我就是看你在那边炫耀 我就是不吹不按赞 怎样 大家听我节目这么久了 应该有发现我是属于那种 我也是属于那种很击掰的个性 可是呢 我是属于那种不太会去直接击掰人家 不太会去拒绝人家的那一种 那飞神呢 他不太一样 他是那种会直接呛出来 然后不要浪费他的时间的那一种 我就是那一种人家跑来麻烦我 我还会帮人家做 做完之后 我自己在那边心里堵烂 我是这一种的啦 那飞神呢 他就是他会勇敢呛出来 我不太会 但是我心里面也是像他这样 我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 我也会觉得说 我干嘛啊 我干嘛浪费时间跟你讲啊 对我又没有好处 我干嘛教你 你谁 可是我还是会乖乖的去教 我只是要说呢 我也很击掰 但是呢 我不太讲出来 飞神呢 他就是更不在意的把他讲出来 就这样而已 感觉上其实也是还蛮单纯的啦 所以说击掰呢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击掰啦 其实他这个人呢 应该是蛮好的 可是他很击掰 并不代表他的书 有料的这个看法会改变 不会 诶靠北怎么讲到这边来 哦 我只是突然想到啦 有些人 他就是很在意你 什么话能讲 什么话不能讲 这样讲的时候会太白目 还是怎样的 干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靠北 你们真的很靠北 真心靠北 你这么优秀 这么有礼貌 这么有道德 你怎么会跑来数落我啊 你这么在意我讲话 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你怎么没有想到说 你在那边讲话伤害到我啊 好没事 靠北完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希望可以用一个 比较特别的角度 来帮大家导读这一本 看又忘记卷舌 哇舌头是坏掉是不是 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 来帮大家导读这本书 诶我准备蛮久的哦 我希望大家呢 不管是你有看过这本书 还是没看过这本书 都能够在听完这一集以后啊 可以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然后啊 作者 菲比斯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啦 我想要跟你说 诶菲比斯 虽然我觉得你是一个 击败的胖子 每次看到你炫耀的时候 我都在那边心里面头酸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猛 感谢你出了这本书 我看了两遍 我没有买 是人家借我的 但是呢 我为了表达我的敬意 等电子书出来之后 我就会买 我会去买回来 那 虽然你很击败 光是你出这本书 我就已经觉得是 菲比斯的温柔了 谢谢菲比斯 好 OK 以上狗腿完了 上面这段呢 是专门讲来防止 被菲比斯粉丝出征的 拜托拜托 不要来出征我 不要 拜托 我们刚刚有说 菲比斯是 PTT著名大神嘛 对不对 大神他曾经就有在 PTT上面留下一些文章 干我今天手头真的坏掉 大神会在PTT留下一些文章 然后跟足迹 这个应该 有在泡PTT的 应该有看过啦 菲比斯他以前在PTT的文章 好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那我这边呢 有一些备份档案 我也忘记 为什么会有备份档案 反正我就有 我这边有的备份档案 除了菲比斯以外 还有谁啊 TAS520 我不知道有没有 要找一下 可是我有那个刀疤老二 好像叫刀疤老二吧 忘记是不是 反正菲比斯的文章 我这边有的东西 可以最早最早追溯到 2014年的11月27号 菲比斯以前真的写过不少文章 在PTT上面 那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我猜啦 我猜的哦 假如我是菲比斯的话 我今天要写一本书 我应该是不太可能 会全部从头来写 我会去把我以前写过的文章 拿出来东凑西凑 然后语意顺一下 标点符号排版调一调 或者说加上一些 比较近期的东西 这样的话 就可以凑出一本书了 对吧 果不其然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真的有蛮多呢 不少地方都感觉得出 以前PTT文章的一些段落 是差不多的 那再从投资风格上面 稍微比较一下 感觉2014年跟2023年 现在出版书的 这个菲比斯比起来 我觉得风格差不多 但是这个也算是我 从字体行间感觉到的而已啦 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有得到这种 很类似的感觉呢 有两种可能 我觉得 第一种可能就是 因为菲比斯他就只是拿以前在PTT的东西 拿出来 臭神书而已 这是其中一种可能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我大菲神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这一套救急拳法 他不断的精进 这个就是菲神的精华 菲神的味道 我不知道啦 以上两种可能啦 你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可能 但是我希望正确答案是后者啦 菲神真的是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都用同一套拳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觉得很棒 而且会比较开心 因为这个就表示呢 我们有机会可以复现 菲神的绩效 菲神这一招没有改过 到现在都还是可以用 他完全没有好笑 没有为了炫耀而加税 对吧 好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要开始咯 以下呢 我讲一下菲神的交易逻辑 这个在他2016年的PTT文章也有写到 然后呢 跟书里面几乎一模一样 好来哦 菲神的交易逻辑总共五点 好首先第一点 早一篮子进未来好的股票 本益比不会太高的股票做多 第二点 早一篮子进未来烂的股票 然后用来平衡整体的部位 做空 一篮子好的做多 一篮子好的做空 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追踪 然后随时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展望 然后依照财报 营收法说 产业新闻去做调整 除非有出现改变 不然的话你就是单向中间加减码 直到你认为合理的获利点到达的时候 逐步出场 就是你要有一个出场的规划 你觉得合理到哪边差不多 到那边就出场 那当你看到展望改变的时候 觉得不如意取的时候 你就不记结果直接出场 好这是第三点 再来第四点 调整整体多空比例 去符合整体市场的风险 就是你比例要浮动 那当市场是正向的时候 就可以把避险部位稍微减少一些 再来第五点的部分 它的书上面有更新的 这个跟PTT上面有不一样 我就我对照以后啦 觉得第五点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啦 那我觉得书上的第五点比较完整 PTT上面那个还好 第五点是重复以上的几点 你就要不断的去检查 不断的去做一二三四点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 你要留意市场的即时动态 随时要看报告 看有没有需要调整你的持股 另外你还可以用营收跟财报的公布时机点 去调整持股 或者说在每个月啊 期货在转仓的时候去调整部位 差不多是这样啊 总共这五点 一到四重复循环 第五点是注意的部分 前面的那两点啊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啦 前面那两点 如果你忘记的话我再讲一次 第一点的内容是说呢 找一篮子 进未来好的股票 本益比也不太高的股票来做多 我觉得这个第一点的重点啊 是在进未来 这个进是比较靠近的那个进 比较近的未来啦 不要看太远 我举一个例子哦 举我朋友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想要投资机器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会少纸化 那些开发中的国家人口正在老化 主要的生产力 以后一定要靠机器人 像这个就看太远了啦 全部被机器人取代的这件事情 如果50年之后才发生 那你要怎么办 你现在的投资就直接say goodbye啦 对不对 这个就看太远了 我讲一个比较近的就好了 AI 像我今年就有压AI 但是我没有压到伪创跟广大 你看这么近的未来 我都没有办法压中了 怎么你确定你现在压的那个超遥远的未来 那一支股票真的会压中 超遥远的那一个你真的不好压呢 所以他这边的第一点跟第二点讲的是近未来 比较近的那一种 我们再提一个假设出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假设我是先知 我在2006年就提早看好智慧型手机 而且我也对了 你看现在 未来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支智慧型手机 人手一机 可是我在2006年那时候我看好智慧型手机 我要投智慧型手机 你觉得我会投谁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会买Nokia你知道吗 如果我买Nokia 然后买来报一段时间 可能哪一天我突然忘记我买的初衷是什么 莫忘初衷 我就忘记我为什么要买了 然后他又没涨 我就不小心把它卖掉了 这个就是看太远的问题 跟你说了莫忘初衷 不是啊 不是莫忘初衷 是不要看太远 你要看那个比较近的未来 他的这个第一点跟第二点 是讲同时做多又同时做工 对不对 通常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一点 通常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诶干 万一被多空酸八要怎么办 那他书里面呢 没有特别教你要怎么操作这个多空都做 就好像呢 你问人家 诶你怎么英文这么好啊 同学就会跟你说 诶不知道诶 Fu啦 Fu Faixen的做法 他是说 他就把他自己当做一个交易员 一个基金经理人 他就是买进一篮子 然后另外他也放空一篮子 变成一个投资组合 那他在另外呢 从市场的状况去看 调整部位的属性 那另外当中呢 他也会去做那个古齐犬的盘中当冲 这个部分他就是用来补足他的策略的避险 他就是在抓肉啊 不断经经自己的策略啊 那Faixen的他花最多时间是花在去看那个基本面 看好的时候他就会买 他也会做当冲 去感受当日的趋势 才要看到风险他马上就处理 他应该说是他很重视纪律跟基本功 像他在PTT里面就有提到 有四点他很重视的东西 比如说 好 我这边有记录啦 第一点 早上不可以喝咖啡 因为喝咖啡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反应变慢 有一点点类似没睡饱的感觉 那他第二个他会做的事情是 十一点半到一点 中国的休息时间呢 他也会自己去吃饭降低交易 降低交易哦 不是一开盘就在那边叮叮叮叮到收盘哦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从头叮到尾 刚卖掉就又想要买 亏钱了扛完之后又想要追回来 你就太专心在那边 人家十一点半就跑去休息了 休息到一点 然后你在那边瞎忙 忙了一个半小时 还没赚钱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 每天早上他都要读报纸 这个报纸可能是新闻网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他会去阅读特定的资讯 第四点是他看到数据不如预期的时候 他会先出场 如果有显著的利空出现 他可能会加计避险 就是放空嘛 有没有 不像一般我们以为的那样 就是看到好股票资金就塞进去 攻击 我看飞审 飞审他比较像是在做即时反应跟防守 有点像爱尔登法环 你要把那个盾反按出来 你知道什么盾反 盾反就是人家攻击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时机点 你可以把你的盾牌按出去 盾牌出去的时候刚好会弹到他的攻击 弹掉之后就出现大破绽 你可以对他做那种critical hit 这种就是顿反 就是你要在正确的时机点去按闪避 或者是格挡啊 那飞审的闪避呢 就是靠他对行情的判读 还有呢 他在盘中啊 判读完之后 觉得要做了 他就会从里面去找一些商品来做避险 是什么东西不一定 可是他就是能够及时的找到处理方法 那他格挡的部分就是他一篮子多 一篮子空 他空的那一边算是他的格挡 在走势不如预期的时候呢 做空的那个部位可以帮你抵消一些风险 可是比例上来讲 大原则他还是偏多 你可以想象成菲比斯 他就是一个战士 他有拿刀 也有拿盾 我另外那个朋友呢 他常常跟我讲的是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你只要狂攻击就不用防守 有没有 这个看人啊 看你想要怎样啊 也有人会说呢 你干嘛避险 干嘛做空避险 就减码就好了啊 可是减码对我来说呢 就有一种蛮困难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减码了以后 只要看到他稍微跌一点点 我就马上想要追回来 因为我就是看多嘛 你减码之后你就是要闪嘛 我又很怕闪错边 你知道吗 这个怕 应该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那菲比斯的这个 一篮子做多一篮子做空 我觉得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我目前呢是还没有很成功的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一篮子做多 一篮子做空 没有很容易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避险的话 有时候我是会去做的 那他在书里面提到的避险啊 主要是说呢 当你今天看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出现的时候 你其实不太需要去说 我的部位比较小啊 然后我就只做只减码就好了 小部位只减码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今天持有一大堆股票的时候 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你要去做说 我去减码 我去卖股票 如果你有十几档 那你不就在那边慢慢点 你有可能第一档卖完的时候 那个系统性风险已经发生了 你后面九档都还来不及卖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商品啊 你去做那种短时间的避险 先把你的风险全部都降下来 那是可以做到的 那至于工具呢 就看你要挑什么东西 总之呢 虽然说部位小的时候 你是可以不需要避险 但是降风险的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可以靠其他商品去达成的 而不是说 你一次去把那些部位啊 瞬间的快速处理掉 你有可能会卖到不好的价格 那在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如果避险完了之后 你空单是不是获利了 空单是赚钱的 可是他的多单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啊 只是你就有做到保护的部分了 这个稍微提一下 等一下可能还会再讲 以下呢 我用2016年他的PTT贴文 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他需要做一篮子多 一篮子空 好 这个是他在2016年1月6号的PTT贴文 他说 我会做多 我认为未来前景看好的 或者呢 那种股价还没有达到基本面价值的股票 我做多 可是在做多的同时呢 我又不希望裸露部位 裸露部位的意思就是说 我纯做多 没有一点防守 这样他不想要裸露 因此呢 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看坏的股票 去平衡部位的趋性 这都是他贴的哦 他说股票呢 是一种长期下来应该会逐渐上涨的东西 所以在部位上他会倾向做多 然后又因为股期 股票期货的资金需求比较低 能够在股票期货上面持有的做多标的呢 他都会拿来做优先考量 能够在股期上面做 他会尽量在股期上面做 因为他有优势 所以呢 他在做多同一篮子股票的时候 自然也要找一些前景暗淡的股票来避险 那只要呢 现行出现跟他预估的落差 他可能就会砍掉了 但是他在遇到信同性风险的时候 他会直接用最快的期权市场去取代这些股票 就是我刚刚讲的把风险降掉 对他来说就是他去做期权交易 而且是日内当冲 股票跟股票期货 他就是用日跟月的这个周期去做操作 他这边写说 毕竟对我来说我就是看好这一些 只要我能够在下跌的时候 用到足够的工具去产出获利 去打消未实现的亏损 等到高风险的时间过去了以后 价格逐步回稳 那他的多方部位就依然还是相当值得拥有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补充一下 期权交易日内当中的意思 就是因为那个选择权 他有时间价值 我们在买的时候通常都会选价内的 你做那个价内的 只要时间一过 他就会减损 那个就是扣掉的时间价值 就是那些sell put跟sell call的卖家 他们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赚的 赚那个时间价值 那你选择权如果在日内把它冲掉的话 你就不会扣到这个时间价值 所以他这边讲说呢 他的日内他是做期权日内当冲 那股票跟股期 他就买进他看好的标的 因为看好 所以拿着 那做空的时候呢 就只是在他闪掉那个高风险的时间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一篮子多一篮子空了 那当他需要判断需要那个闪那个高风险时间的时候呢 他就需要空单去产生获利 如果空单有产生获利的话 就可以cover你多单这一边的未实现亏损 就可以帮助你那个多单拿得更稳 这个应该有在做的 应该有体会过类似的一点 然后比如说最近不是那个AI的股票动得很大吗 动得很快吗 对不对 假如说你今天持有一口广达的话 然后你又再持有一口那个台子旗的空单 那这时候你的感觉呢 你看到AI股全部在下杀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比较轻松一点点 因为你的那个台子旗的空单是获利的 他就可以抵消你一些亏损 那可以让你的那个多单抱得更稳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讲到这边应该还是有人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又被多空双疤 不就很惨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啦 不会被多空双疤 因为你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你是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系统性的风险 多单的部位你其实没有要动啊 你只是单纯要去做空而已 所以这一边呢 就只有存在短期多单的输赢 等于说你在判断出危机时刻的时候 你就去找出一个商品 然后去把你的风险降下来 等到风头过去之后 你再把懒叫漏出来 所以这个操作 它就只有存在空单赚不赚钱的问题 假如说你空错了被嘎 除了空单要亏钱以外 就没什么了 空错了被嘎 你都已经判断现在系统性风险了 你空错被嘎 它又不可能是那种爆喷那种的 不会嘛 那你空单亏钱可能就小亏啦 或者说少赚啦 因为你被嘎嘛 你多单会赚钱对不对 你就是少赚嘛 结束以后你就可以去反省一下啦 为什么你会想要在这边做空 你为什么觉得这边很危险 那为什么会被嘎 到底是错在哪里 本来做错亏钱就应该的嘛 为什么要怕那个什么多空双疤 做错就做错啊 但是你就是要找出为什么会判读错误 那菲比斯他在这边强调的重点 大概就是在这里啦 你平常就已经会累积很多看法跟观察了 平常累积的这一些 就是为了要让你在第一时间做反应的时候 可以提高正确率 那你在危急时刻来临的时候 知道当下要做什么 可是大部分的人 我觉得包括我 在崩叠的时候 我要不就是在那边截图发舞 跟那边感叹 不然就是愣住 卡里啊 僵住 愣在那边不知道要干嘛 这个时候可能飞神呢 他早就已经降好风险了 他就觉得崩盘没有关系 你在那边等着看海浪要怎么打的时候 人家飞神早就已经做好了 他就已经在等了 等什么 等说我现在已经上保护了哦 等看看什么时候要把那个保护拿掉 这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看到 崩盘的时候就是僵在那边 不知道要怎么办 要不要砍 要不要砍在阿呆鼓 主要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一边 我后面有想到的话 我会再补充 接下来我们分享一段 他在2015年9月1号的PTT的po文 他说在我的认知世界里面 股价什么东西的都是虚的 那10的是什么 10的部分就是公司赚到的钱 那个才是真的 然后呢 股价它是针对公司现在赚到的钱 还有未来能够赚到的钱 还有它现有的价值的所有想象 这些想象的model就是股价攻防的重点 假设未来的想象不够美好 那持有股票就不如不要持有 股价就会下来了 如果说未来很美好的话 大家都想要参与这个美好 自然就会把钱拿进来了 股价就会起来了 所以说所有的那些资料 就是为了要了解 在战争迷雾中 我们大家对未来的猜想 至于股价现在是多少 这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这家公司的现在跟未来 是有没有办法超估想象 值得想象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 就举一个例子 他是说全台湾有一个 财报数一数二烂的公司 拿它来当举例 有一家公司呢 它的现在已经不美好了 财报显现出来 就是整个市场里面 数一数二的烂 手指头就数了出来的 排名的那种烂 那它的产业呢 也不是循环型的 未来能够赚的钱呢 是不太明朗 看不到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间公司 竟然还拿自己剩余的价值 也就是它的现金 去买这一家 数一数二烂的公司的股票 他在讲谁你知道吗 他在讲宏达店 宏达店那时候是不是在讲说 他要买回他的库藏股 这一间公司的价值 就剩下他身上的现金了 然后他还拿现金 去买他们家自己的库藏股 然后他们自己呢 是数一数二烂的公司的股票 而不是去转投资 他自己觉得 看好的产业 那他就觉得 这个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因为呢 你的现金是有价值的 你还削减现金 去买自己公司的烂股票 那这间公司就更烂 在他写文章的那个当下 那间公司正好在大裁员 他就说 这个是见证公司泡沫的奇迹 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 要记得 要认人 如果是那种 很爱空口说白话的董事长 或者是经理人的公司 你就千万都不要买 经营者的诚信 就决定一间公司的未来跟安全度 然后呢 他文章写到这边 他就说 他又想到 有一间前几年说 要告外资报告的公司 已经下市重整了 他讲谁知道吗 他讲礼金 那这个部分呢 在PTT以前 他就有分享过 类似的东西啦 我只是在这边 把他提出来而已 跟这本书的内容呢 有部分重叠 可是有一些呢 他就没有讲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呢 除了讲书以外 把他以前的那个PTT的文章 拿出来重播 好像还不错 其他的呢 你可以去买书来看 那我今天讲到的呢 并不会完全涵盖到这本书 完全涵盖的话 就变成说我是谁啊 我是老高 不是啦 不是老高啦 那个尼克星 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 PTT的东西 他说呢 我认为投资这一档事情 只要是人在做的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有两点要考虑 第一个是计算 第二个是心理 计算他就包含了整个 利润的计算 事件的影响估算 那他在股票的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去算那个毛利率啊 营收啊 或者说预期营收 去算他的合理股价 算出一个可能的区间 那另外的心理的部分呢 就是他去考虑群众的心理 菲神因为他之前本业是做这个的 所以他因为职务的缘故 他有机会可以阅读到 很大量法人撰写的报告 他就在这里面 他就学到法人去怎么建构这个股价了 然后他觉得说 当法人都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只要大多数都这么觉得 那股价可能就会往那边去移动 PTT上面他举的例子 是说iPhone6的那个时候啦 可是iPhone6的时机点呢 可能有点太久远了 大家没有感觉 我另外就举书上了这个例子好了 这是菲神举的例子 他在书里面讲了一个 跟最近重电有关系的案例啦 在菲比斯讲新闻阅读的那个章节 如果你有买书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我这边只要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他说那一阵子呢 突发性的停电 造成大家对缺电的恐慌 台积电那个时候也出来喊缺电 那他呢 就把台湾跟电力有关的公司 全部都拉出来 主要是这几家 市电 东元 中兴电 雅历 华城 华兴 荣城 台达电 中华电 还有康苏 那在以上的这几间呢 菲比斯他就从在手的订单 跟财务数据去算 他考虑大众对电力的需求 有一个共识 这个是大家觉得呢 有这个担忧 那评估了之后呢 他就去买了其中的七间 他买的那个时间是在2022年底 那这期间后来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有好几支都很标 都是很有名的标股 现在还在标 但是呢 我一支都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在玩什么的 可怜 那他书里面呢 有详细介绍说 他是怎么看新闻 怎么联想的 然后他也有说他是怎么计算的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难 尤其是有一招真的是简单粗暴 就是他用获利跟他的订单 预期进账的收益 去处以股本 光是这个就很有帮助了 他可以帮助你在一篮子的股票里面呢 去挑出比较合你胃口 比较有机会的 比较标的 比如说他有列出有一件事情啊 智慧电表的标案 从新闻上面先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他有在观察那些股票 然后观察到智慧电表的标案 有一个预期的标案金额 那这边呢 我抓两个出来 让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 就是他看到呢 这个标案有两间公司拿到 一间是康书 另外一间是大同 那康书的股本是52.63亿 听到52.63亿 那他预期呢 可以拿到的标案金额是16.29亿 标案金额跟他的股本比例是0.3 那另外一间就是大同 大同的股本是233.95亿 可是他预期拿到的标案金额 其实跟康书差不多 是17.8亿 你从新闻上面看 两个人都拿到标案 都拿到17亿左右的标案 你就会觉得 好像两间的利多差不多 可是出于股本以后 你就会发现 大同的标金 标案金额跟股本的比例呢 就只有0.07 康书是0.3 大同是0.07 你在新闻上面看到 可能会写 大同跟康书拿到差不多的标案金额 那你这时候就觉得说 我喜欢哪一支 我就去买哪一支 或者说两支我都买 可是这个标案金额 其实对大同来讲 大同的体积比较庞大 他获得这个利多的感觉呢 就比较没有feel 阿嬷你怎么没有感觉 这样啊 那他跟股本对比之后 你可能就会觉得选康书会比较好 可以不用买大同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 他就从里面去挑出了其中的七支 好像算蛮多的 有一点像说 你在新闻上面 如果说你看到 红海累积前7个月的营收 有三兆2346亿元 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就会觉得 哇三兆耶 红海这么赚钱 太强了吧 我要买红海 等一下 冷静点 红海他的行业特性 本来就这样了啦 如果你去看财报有关的书 他可能都会讲到电子五哥吧 应该有啦 我也没有看很多本 只是我看应该都会讲到电子五哥 就讲到毛利率低什么的 现金很多 本来就欠很多钱 营收一定会很高什么的 所以有一些比较懂的人 他就会跟你说 电子五哥想要变成标股 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也知道了 今年就有几支电子五哥变成标股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刚刚那个地方的篇幅 有点讲太多了 可能有人忘记我现在在讲哪里了 我是在讲说 菲神他在PTT上面那篇文讲说 他认为投资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要看两个点 一个地方是计算 然后另外一个是心理 我刚刚讲的是计算的部分 那心理呢 PTT这边就有讲过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件事情很红 顶心卫家 那个时候因为列邮风暴 他们家的股票就遭到抵制 还有恐慌性的沙盘 可是一直到2014年的10月16号的盘后 卫家跟银演良开了一个记者会 里面的内容是说呢 第一点 卫家即将要退出油品市场 第二点他们要捐30亿出来 第三点就是银演良他要主动去监督食安 那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说什么要卖股权还是什么的 可是呢 重点就是这个资讯 他就有办法可以让市场的民众的心出现松动 可能就会出现说 哎呦他们家捐30亿 然后还已经这么有诚意了 可能就放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台湾人的善良就会展现在这种地方 他已经很可怜了 对不对 不然就死者为大什么的 反正他呢 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回戏的那种想法 台湾人就这样嘛 你看现在林凤颖也都还在 在情绪面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善了 而且呢 本来这个股票本来就没有倒闭的危机了 很难倒啦 那市场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获得这个资讯以后 就会迎来一个修正 那在2014年的10月16号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 很明显的在10月17号隔天的开盘价呢 就到了该股的最低点 那他这一段的结论是说 市场他会逐渐按照他本身的价值 去修正到当下合理的价格 你会有本身的价值跟合理价格的跑来跑去 他说里面有一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清楚啦 总之呢你有听过一个说法嘛 就是说骨架呢就有点像老人在牵着一只狗 那只狗不管怎么跑都会回来到老人的身边 可是呢 他讲的那个老人与狗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他说有时候那只狗会很笑 他会把老人拉走 你会拉不住 然后老人被狗拉着走 那对啦 这样讲真的有比较有感觉一点 就是逃离基本面太多的时候 他不一定要回来 因为有时候是那只狗在拉着那个老人走 这样讲其实还比较生动一点 那你就是要去评估当下的那个氛围是怎样 这个部分啊 我还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这一招我也算是还蛮常用的 哪一招 我是说心理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对心理的部分比较有感觉 因为我就是那一种 怎么说 我比较常会因为心理的层面去做进出 比如之前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那个懒教底 那个懒教底 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技术分析 虽然说后来好像是什么懒教底有成真 而且走了一个等幅的测距涨幅上去 对不对 好像很帅什么的 其实懒教底啊 只是我在技术分析上面的一个确认啊 主要的失利点还是在 大家的氛围 然后还有那些机构的仓位 我记得我在那一集节目有跟大家说 大家是不是普遍都看坏 然后科技股被杀到谁都不太想买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假设他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你不买我不买大家都不买 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折200 可是这个时候呢 嗯就有个问题嘛 啊你们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你总有一天要买回来的嘛 对不对 你都已经闪过了 已经闪到了 只要有跌都算是你有赚了 对吧 啊你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啊谁要先买回来 啊如果你是最后面买回来的那一个 那你是不是避险避了一个寂寞 如果说今天谈上去了 那些因为看空啊死不买的人 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绩效考虑要来最高 所以我就抱持了这个想法 再加上技术分析看到懒教底的确认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没有空手了 然后呢看到股价底底高 我也就慢慢的越压越多 这个是补充的第一个啦 这个是我觉得心态上 不是心态上啊 心理层面的进出 我是补充这个当做第一个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啦 就比较近期的 NVIDIA 我是有画一条上升趋势线 我是说它暴涨20%的那个地方开始算 然后有另外一条上升趋势线 我有画一条 那前一阵子这条线被跌破了 那跌破的那个当下呢 我开始在那边慢慢砍 当然不是只有因为技术分析而已啦 也不是因为我看坏啦 主要是因为短线 它的趋势有一点点改变了 我就觉得说反正 它要暴力再拉上去 比如说再喷个30% 可能性也不高 我不会在短时间之内亏掉这个 不是亏掉 我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少赚这个30% 顶多只是走势又往上 我稍微再买贵一点点回来 没差啊 我现在稍微砍一点 我只要在贵一点点的地方 认错把它买回来就可以了 它也不会一飞不回头 它是这么大只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是觉得 AI的应用狂热 有一点点过去了啦 我已经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那种很疯狂的 虽然说那些在播AI的频道啊 还是说在那些发 ChairGPT怎么用的那种文章 还是一直有在出来 但是我觉得激情过去了 短时间之内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新花样 能够撑住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减码了 然后我又再加上看到技术方面 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减码了 至少我会想等8月23啊 等8月23那个消息比较确认以后 我再考虑看要不要买回来多少 这个在书里面也有讲 非诚在书里面也有讲 当你觉得这个不确定性 有点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不要参与 到时候确认了之后 你再买回来 这也是OK的 那我的心态大概是这样啊 我不想要整个大部位在里面 然后万一他今天823讲不好 然后盘后又给我跌5%以上 然后隔天又看到那个Janny在那边PO 我会觉得很不爽 我不想要看到什么盘后 我先躲 等到呢 开出来消息是好的 我再买回来就好了 买贵一点没关系 所以我就剪码了 可是我最近也有看到 OpenAI的新闻 说什么OpenAI要破产了 这个新闻 那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就有去加码一点 微软的股票 也算是有跌一些了啦 那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 我就去加码微软的股票 位置差不多在 它的100均线的这一边 我个人是看美股的新闻比较多啦 那我在搭配情绪跟技术面 去决定我要怎么进出 我的补充大概是这样啦 讲完了 那再来讲一下 菲比斯他对技术分析的看法 作者说 技术分析对他来讲 并不是最快最及时的选择 他觉得不用太过分 依赖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他只是用来检查形态而已 菲比斯在Facebook上面 回人家贴文的时候 他也有说到 技术分析这个东西 他不会用太大的篇幅去聊他 因为呢 他都只是看一眼而已 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在那边画线 他觉得技术分析不过就是一看就知道的东西 假如他自己资讯领先 然后他有提早布局的话 到时候形态走出来 还会有那个技术分析的人进来帮他抬轿 他是这样讲的啦 那技术分析对他来说最有参考价值的时候呢 可能是在出现极端的量能变化的时候 当量能的变化很大的时候 可能就表示供需出现改变了 当下市场的买卖方 他会愿意强烈的去表态 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不然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只是拿来做确认而已 好那以下这个不是他讲的 我只是我自己讲 你今天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呢 有些东西呢 是我自己加料的 这一整集听完并不代表 你已经看完这本书了 你还是要把他书拿出来再看一下 你才不会被我污染到 好不好 我讲的部分都算污染 你今天点进来听这个节目 你自己要进来给我污染的 出什么事不准怪我 好那我就举一下这几天的例子 就比特币 大家可以开比特币的K线出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日K 你看一下他的底底高 有一条上升趋势线 然后呢 他已经在最近的这个位置 盘整超级久的 甚至有新闻出来说 盘这么久 一定要出大师 他在这边真的盘很久 而且他没有破线 趋势都还是往上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技术分析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趋势向上 他都已经盘这么久了 在累积能量了 如果喷上去的话 机会可能会很大 可是这样想就不太对了 我跟你说 不管什么整理啦 三角收敛啦 其实这个都没有预测能力 对吧 应该不会有人跟你说 什么技术分析之后就会怎样 他应该都是跟你说 如果之后怎样的话 那就怎样 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有预测能力 没有 而是他需要去确认的 三角收敛以后 不是往上 就是往下 基本上是个废话啦 不然就是稍微涨一点点 他就走到另外一个位置 去走箱体的形态 或者说另外一个三角 三角之后又一个新的三角 跌破了之后可能变成M头 什么鬼的 前两天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走势走出来了 是跌 所以一叫起来就看到跌了快10% 理由是什么 新闻上面说理由是因为马斯克卖比特币 可是马斯克卖比特币又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闻 我们只是看到彭博刚好有一篇新闻在讲这件事情而已 干这样也可以吗 这样不算吧 我觉得就是出了一个走势 你说是因为比特币ETF吗 我觉得也不是啊 这一部分又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 然后你就在推特跟Facebook上面看到 很多人在那边洗说是因为8ZZ说要进场 币圈现在很凉 我觉得只要比特币不要去走那种很痛苦的形态 我说的痛苦的形态就是在2019年 2019年那段时间 就一种盘盘盘盘盘 都不会涨 一直盘一直盘 然后暴跌 然后盘盘盘盘 暴跌 一直这样走 走到你都不知道底在哪里 最后刚好就在肺炎那段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比特币走了一个 末日沙盘 超恐怖的 平常就已经盘盘盘暴跌了 还在肺炎那个时候走那个末日沙盘 不要这样走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真的 我其实在这段时间真的不会对比特币抱持太大的期待 那我也会觉得说 你各位最好不要对比特币在这段时间有太大的期待 我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它会疯狂的涨 应该是没有 会疯狂涨的可能是一些小币 什么的 不太可能是比特币啦 在这段时间 那当然你看到有低的时候你想要买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对它抱持那种太奇怪的期待 我就觉得不太应该啦 好那像菲比斯啊他在书里面讲的部分 他是说呢 你应该花比较多时间是在做功课上面 而不是去划线预测未来的走势 这个我觉得很有feu啦 有点像在看那个三道猴子的一生的感觉 很劝势啊 怎么说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啊 好几张图拿出来 拿出来就一阵画 一直在那边画说 这条线怎样怎样怎样 接下来可能会怎样告悲 在那边浪费时间 结果还不是不知道买什么 一买了一支之后 又不会涨 又不一定会动 到底是要低接还是要追突破 低接的时候股票不会动 低接的时候股票搞不好还跌 啊去追突破啊马上又回来 干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所以你画线预测未来走势 是怪怪的啦 线是随便人家画的 那他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资讯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想要全部都靠技术分析的话 缺点就在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啦 就是你的进出会很没有原则 突破了以后有人追嘛 也有人会卖啊 有些人突破了以后你可能觉得你要加码 未来呢你很看好 诶突破了哦你已经赚钱了哦 啊你还加码哦 啊跌回来的时候你要干嘛 跌回来跌到你的成本 或者说你跌到变成亏钱了 你是不是又在那边考虑要不要停损 那飞神在书里面就讲说 你如果是技术进场 你就技术出场 不要走势出来之后 因为自己在那边脑补一堆有的没的 到最后你就赚不到钱 进出没有一个依据 那我觉得我的招呢 就没有非比斯这么多啦 像他呢有办法在看到消息之后 看到财报刚出来营收的当下 他就知道是不是要走了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哦 包括我 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办法 在行情刚出现的当下 马上做出反应 没有办法在报告出来 营收刚出来的当下 马上知道自己是要卖还是要买 不知道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在那边等什么破现跟突破了 不然你看哦 你今天一只股票赚钱了 然后你等到他破现 你的利润都已经掉多少了 啊真的破现了 你又不一定砍得下去 搞不好破现了以后你还会想说哎呦 现在这样跌到这样已经很低了 破现而已 我们等三天看看 好 结果三天以后到很下面的地方 到那边之后你又会想说 哎呦都已经跌到这里了 那我等他反弹之后再卖好了啦 好 等反弹等反弹 妈他等超久了 等到他反弹的时候 已经好 搞不好反弹个30% 你看像特斯拉反弹的快要一倍 结果还没有到前高 还很远对不对 没错啊 反弹你短时间之内会看到大涨什么20-30% 可是问题是他有可能反弹上来 比那个你该砍的那个地方还要更低很多 搞不好比破现那个时候的价格打折超级多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就是会变成一点进出的依据都没有 好 那这边再举一个跟最近有关的例子啊 几天前 你可以看一下NVIDIA 几天前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弹 在8月14号礼拜一 上演一个开低走高 有7%的反弹 那可能呢大家会觉得 如果砍在那边的人可能就垂心肝 暴涨7% 可是我觉得我还好 我是砍在450 那一天那是7% 他反弹最高也差不多是450 但是我没有要买回来的意思 原因是因为我砍了以后 我会预设比较高一点点 我再认错买回来 我是预设说你今天到460 我再考虑我要不要认错追回 而且要站稳 那这样就好了啦 我是觉得7%的反弹 好像很甜 没有错 可是如果他之后 他没有办法顺顺的 这样走上去的话 那那个7%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赚的 你不用期待那一根 突然弹上来 弹上来以后 能不能站稳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再来如果你有看这本书的话呢 接下来这一段 我没有要讲 可是我只是跟你说 你在看书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一段 我觉得讲的还蛮精彩的 他在讲呢 在那个航运三雄那个时候 从那个案例 然后去推测 股票的供给跟需求 他有讲说股票呢 不过就是供给跟需求而已 可是呢 直接讲这句话谁都会讲 那你要从案例上面去剖析的话 他就从航运三雄 然后跟新宇航空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暴涨 然后去解释他的逻辑 你可以注意一下那一段 我觉得那两段呢还蛮精彩的 甚至啊 我在书里面还有看到FTX的事情 然后还有什么 哦 那个跟加密货币有关的 他也有玩到汉讯 哦 我之前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说 汉讯你就不要去买 可是问题是他在汉讯赚到钱哦 哦 这招我做不到哦 他在汉讯赚到钱 干超猛的 哦 你可以看一下这几段 我就不知道是这样看的 他竟然是这样看的 很猛 哦 那个时候 我不懂事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一本书 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就是他的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大师 一个做交易的人 每天时间要怎么分配 他里面的参考是这样的 他每天早上呢 他会花一个小时 去做盘前的准备 有准备这一个 你盘中的时候 才知道今天主题 大概是什么东西 爱德恩也是这样 他每天早上都会有盘前速览 对不对 那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 每天早上只要8点45起床 然后等到呢 开盘之后直接上战场 8点45是干嘛 8点45是看试错啦 好 不是这样 他们都还蛮早起床的 而且会至少花一个小时 做盘前准备 我刚开始也是觉得 开盘前半个小时 再看就可以了 好 可是我现在呢 我都是最晚 我7点就要起床 台湾作息 最晚7点就要起床 好 那菲比斯他提供的时间安排 他是这样的 他会看一个小时的经济日报 工商日报 然后呢 一边会听非凡成间新闻 好 去看他睡觉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他晚上的时候 真的有下班 没有在盯美股 不像我们在晚上来 在那边看美股 可是其实我们有看 也不一定赚到什么钱 人家只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而已 好 他就早上的时候 看一下美股的收盘价 看一下台股的ADR 然后呢 还有前一天的原物料报价 有些东西我没有看 可是他有看 那读完这些之后 他再去看买卖超的数量 还有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内部人士 去转移股票啊 不要把它全部都讲出来 不然我就变超习宰 那开盘之前呢 他还会检查一下 他的下单软体 有没有问题 校正时间的软体开着 他的那个电脑时间 有可能跟正确时间呢 有差别 然后他会特别开一个 校正时间的软体 去看哪一个 然后提早呢 检查一下下单的功能 有没有坏掉 视窗全部都先放好 放在他习惯的位置 接下来早上八点 韩国就会开盘了 然后先看一下 视窗都先放好 才不会到时候急着要下单 才在那边开 这样会影响操作 接下来在盘中的时段呢 他就会主要琢磨在 他有研究的股票 他有做过盘前盘后 功课的股票 就专心在这里 那稍微分心一点点出来 看其他产业 当天的走势 或者说盯一下公开资讯观测站 有没有什么临时的公告 好 那他这一边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贵买市场通常比较敏感 如果你看到贵买 有出现巨大的波动 然后呢 加全市场那一边 还没有反应的话 他可能会开始思考说 要不要避险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好 再来他盘中呢 他就是忙到11点半 早盘就忙到这一边 就做休息了 因为11点半到1点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休市时间 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台湾这一边他会相对的冷淡 如果在休息的时间有看到国际盘突然大幅下杀 可能他就会用期货去规避掉这个风险 好 接下来精彩的会发生在1点之后 11点半到1点这一边他会休息 可能会吃饭 那精彩的呢 就是在1点以后 因为通常后半盘 半个小时之内可能会出现新的波动 如果说有一些标的他在最后的那一盘 结束的那一盘 如果有出现显著的差距 比如说收盘的价格跟前一盘的差距 有一点点大的话 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列入参考依据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他明天 要不要去把这一支股票做冲销掉 对我们来说1点半就算结束了 对不对 可是1点半收盘以后 对他来说还没有结束 还有什么 还有1点45的收盘 对我来说是1点45收盘结束啦 可是我也会看最后一盘 然后再决定说我2点半要不要买东西 因为2点半还有一个零股成交 盘后成交零股成交 我有时候看到盘后有东西可以买 我可能就会去下那种 比如说我想要买一张 我可能就500股 这样的零股去下单 那我可能就可以买到一张了 大概是这样 因为他2点半的时候 会有一个盘后的零股成交 我是看这个啦 阿菲神看什么东西我是不太知道啦 然后他还有提到一个 他说新贵的交易是到下午3点 菲神连最后的这段时间都看 完全看完之后才结束 那结束之后干嘛呢 结束之后他去更新他的交易记录 他有做交易记录啦 每个人的交易记录可能都不一样啦 像我的就很简单 我都只是打一些简单的栏位而已 他的是怎样呢 书里面好像没有到很复杂 好像跟我的也差不多 反正他就是结束了以后 会去做盘后检讨 这个交易记录真的还蛮重要的啦 书里面也有分享一些他的交易记录 像我本来也没有在做交易记录了 可是久了以后我真的发现很多东西很容易忘掉 可能会忘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亏钱啦 啊也没有好好的了解 为什么我会赚钱 有时候是瞎赚你知道吗 啊我也会觉得 我当下呢可能知道 可是之后我会忘记 通常是一个礼拜以上的东西可能就忘光了啦 那忘光的下场是什么呢 忘光的下场要不就是少赚钱啦 啊要不就是呢你忘光了嘛 所以下次又再犯一样的错误 尤其在失心疯的时候 最容易亏很多钱 好这个讲过了 那你如果没有去做交易记录的话 你可能就会忘记 你以前是怎么亏钱的 那你之后呢 因为你的个性还是死心不改嘛 所以呃在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时候 你可能又再亏钱 少赚钱的部分可能就是减码了以后 然后忘记再回来关心他 啊之后他喷走了 然后又没发现啊 没有买回来啊 那如果说有做交易记录的话 你就有办法可以减少很多瞎忙的时间 你不用说每次都一定要开看盘软体 你才知道你现在的部位是长什么样子 啊也比较不会出现失心疯 因为你比较有提早准备 之后也有检讨 就好像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样 啊如果说你有做交易记录的话 你还有办法可以雇更多档的股票 因为记录以后你就可以把一些心思 把它外包出去放到某个地方 需要的时候再来看这样就好了 才不会说每次早上啊 开盘了 起床了 打开来看 哎呦 现在这些什么总控 不知道 我们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啦 如果说你全时段啊 一直维持全神贯注的话 很容易会疲劳 然后呢 偏偏又在这种最疲劳的时候 就是你准备要开始亏钱乱下单的时候了 呵呵 啊还有啊 这个交易记录啊 我觉得不用做到很精美啦 真的不用啦 可是养成习惯比较重要啦 你如果想要养成习惯 你就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弄得太复杂 呵 养成习惯这种事情就是越简单越好 比如说你今天呢 就只要记今天赚多少亏多少 你今天总共是挣的还付的 啊多少钱 啊累计是多少钱 然后再付上一栏心得检讨 这样就可以了 啊其他呢 就看你要不要做表格 随便你 哦 先从简单的开始 之后有缺什么 你再把它补上去 把那个栏位把它补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不要做到那种很浩大的交易记录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到那一个 好 反正那个只是你自己要看的而已 又没有要开什么订阅专栏 重点是你要有办法每天持续做 每天呢都不会太抗拒 这样才有办法养成这个习惯 好 好像做蛮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我在背单字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我会尽量把那个任务设定在 我能够做到的最大负荷的七层 我觉得设定在这边差不多啦 啊有一些人比较修罗了 他就会把它设定在最大负荷那个地方 刚刚好做到 可是我是觉得 比较稍微降一点点 不要到最大负荷量那边啊 就稍微拔下来 可能五成也不错啊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每天都能够做到 这样才不会太累 才不会出现心理抗拒 想要逃避 这样 我觉得这本书我看完之后 大概的心得 想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大概就是这些啦 接下来我 简单总结一下好了 简单总结一下 我在这本书学到什么东西 我自己想要改变的是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新闻 我真的都不太看新闻了 我是说台股 反而我比较喜欢去看那些专栏文章 这种我还比较常看 看完这本书之后好像不太对 我决定以后多看一点新闻 书里面有讲到 内线算是一首消息 公开出来的资讯算是第二首消息 其实他不太需要管喔 街头巷尾传来的那种内线 他不是一首 可能是三首四首以后了 可是呢 如果你有办法掌握到内线 内线算是第一首消息 公开资讯算第二首 然后再来呢 股价的资讯跟新闻 这个算是第三首 可是之后呢 你说那种什么 投顾老师给你的建议 或者说你订了那个专栏的 老师写的文章 这个可能就落后了 这个是超级落后 可是我发现我看最多的 好像就是这些老师写的文章 我看最多的是这个啦 当然我自己知道 这个分析文章 它是比较落后的 我不会觉得说我花钱订阅的 这个东西就是最快的 没有 我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要说一下 古矮的话 感觉古矮呢 它就不算是第三首第四首 我觉得古矮应该可以算是第二首 或者说一首 因为它真的走还蛮前面的 好啦 勉强啦 算第二首好了啦 第二首第三首的消息吧 反正会比那些专栏的文章 还要再更前面一点点 不然的话 其实你订阅那些 它其实也是跟你站在一个 差不多的跑道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啦 其他的podcast啊 比如说我 我们这一种就是慢到不可思议 这么慢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拿来当做投资的依据 这个你就听听就好了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 我根本来不及做成节目告诉你啦 而且呢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 我在看的东西 我觉得不有趣 我也不会动在节目上面讲啦 那我大概就是觉得 以后呢 我会多看一点新闻 我这段时间啊 podcast 比较没东西讲的原因 主要可能也是因为 比较专注在台股上面的关系 台股的东西真的 嗯 看多了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故事性 蛮无聊的 我就觉得没什么好讲的耶 不知道为什么耶 就可能我看的那些东西 对我自己操作上面是有用的 可是我觉得拿出来讲 真的很无聊 就会变成像什么你知道吗 变成像 啊不要得罪人家好了 反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会变成那一种啦 但是我自己看的呢 你要说想法嘛 也不一定有很多想法 好啊太早讲出来 又 怕我讲错 好啊那个打脸起来 我一天到晚都觉得 自己看的东西是 在自己打脸自己 好这个是一天到晚 要面对的事情啦 好啊这个还敢拿出来讲 这不就一天到晚 把脸生出来给人家打吗 好所以 如果我自己没有在 书上面 或者在市场上面 看到什么东西 觉得有趣的以外 我可能就会觉得 呃不太需要 在podcast上面讲 好 所以我刚刚总结是什么啊 哦 第一点就是我会 多看一点新闻啊 我觉得他看新闻 能够产生的那些联想 还蛮帅的 我很难做到这一点 好那第二个 我在这本书学到的东西是 不裸露 其实会比较舒服 欸不裸露是讲那个哦 操作逻辑的第一点跟第二点 做多一篮子 放空一篮子 放空一篮子 是为了要不裸露 这件事情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看 现在的长荣跟杨敏 好你看一下 长荣的线 长得比较漂亮 啊杨敏的走势呢 就很丑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去做多一口长荣 然后你去空两口的杨敏 就是类似的感觉 可能不用空到满了 因为你空到满之后 可能就 就不太一样了 感觉上就怪怪的 因为你就干脆不要做算了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做多一口长荣 你可能空一口杨敏 这个就是类似的感觉了 我不是叫你去做哦 我是说你感觉一下这个感觉 如果说你今天多长荣空杨敏 可是不要空到完全空 如果说航运族群 今天整个走势都不好 那杨敏的空单 就可以帮你缓冲一点 如果说长荣后续向上 杨敏没什么动 真的是你看空的那样 那你就赚钱了 就是做多那一只比较好的 然后空比较烂的那一只 当然我这个举例 有点太粗暴了啦 如果今天呢 整个航运走势都很好 两只都喷爆 那你就是赚很少 因为你有杨敏的空单 你这个空单会亏钱 这样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做多又做空 你被双巴的几率不太高啦 应该是不太高啦 阿菲比斯这一边 他就是说呢 他做多一篮子看好的 做空一篮子看坏的 乐观的时候 做空的部位就稍微小一点 你如果悲观的话 你就把做空的部位稍微拉大 比例可以去做调整 看情况去调整 其他呢 需要避险的时候 你就用齐全去做操作 如果说都看对的话 你就有办法多空都赚钱 不管今天是上涨还是下跌 都能赚钱 假如说被多空双巴的话 没办法啦 这个真的是要说 怪谁啊 多空双巴怪谁啊 眼光这么差 亏钱也是刚好而已啦 然后我要再讲一下 他这边讲到做空嘛 对不对 我觉得做空其实有一个好处 我们通常都是在努力找说 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什么股票比较有机会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看谁的走势比较好 谁快要走出来了 如果你今天试着去用 想要放空的角度 去扫所有的股票 我觉得你会发现新的世界 有些人不知道有没有做过 你试试看啊 没做过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用想要放空 只能放空的角度去扫所有的股票 你就会看到说 很多股票其实你不敢空 它烂归烂 你知道它烂 人家说要买这一支 你都知道说不要买 可是你去空空看你不敢哦 你会觉得不能空哦 为什么 因为烂归烂 看了之后觉得没有肉 可是你觉得没有肉 那你怎么不做多 看起来烂 那不就跌到底了吗 为什么你不做多 你真的用做空的角度去找东西 空看看 你可能就可以体会到 菲比斯在做的事情 其实很难的 但是他分享的这个东西 应该不是没有办法复制 像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菲比斯啊 长的时候 他刚好有耶 他有做多耶 刚好有 崩盘的时候 他刚好有避险 他有空 码的根本就无敌 可是人家就是 照他讲的那样 他做多一篮子 做空一篮子 他又没有全部都拿给你看 全部都拿来给你看 你才有办法知道 他是在做什么 如果你也可以像这样 一篮一篮的买 常常都会有东西 可以拿出来炫耀 应该啦 不然就是远光太差 那不知道这些 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我是觉得他讲的这些 对我来讲还蛮受用的 你看之前我虽然在算一本书 可是大将军说 他看了之后觉得还蛮受用的嘛 不一定啦 不一样的 这是他小 各花入各眼 一个萝卜一个坑 看靠杯 越讲越歪 没有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读书心得啦 我觉得我大概就只有讲到这一本书的15%而已 我只有讲我自己觉得受用的地方 那我还蛮推荐大家也去买这本来看的啦 可能你的心得会跟我不一样啦 应该啦 大家背景不一样嘛 大家看的东西不一样嘛 最后呢 再次感谢菲比斯 愿意写这本书出来 跟大家分享他的做法 虽然蛮多东西 我是在PTT上面看过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看完以后很有感觉 对了 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比如说 菲比斯他有一个毒鬼爸爸 他爸玩股票几乎都亏钱 他儿子是股神 也救不了他爸爸 这个还蛮有趣的 PTT大神是他儿子 他还有办法买股票买到亏钱 可见你有内线你也不一定能够赚钱 虽然说你有消息 有人脉 这个还不够 还是要有交易的技巧 还有还要有那个操作的正确心态 你才有办法赚到钱 好啦 那应该节目停在这边就够了 有点讲太久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听完节目之后突然想到 我怎么订阅听众王 赶快把它取消订阅 不要不要这样 不要用这种东西惩罚我 拜托 以后要是有看到什么好料的 会再出新的Podcast来跟大家分享 感谢收听 拜拜 by bwd6 by bwd6